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徐景玉 那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是Problem Set 3里面的第六题 好,第六题题目就像画面上前三行看到的这样 他说一个物体 那他是被放在一个请教为Sita的一个斜面 好,Angle Sita 然后他说他被这样子投上去 Project Up就是被这样子,从下面这样子挪上去 或是讲说从这里滑上去 好,那滑到最高点他会折返嘛 就像这样,滑到最高点他会折返 好,他跟你讲,折返到原始位置的时候呢 速度是初始速度的一半 也就是说,如果我设他从这里这样子 从斜面这样子,给他一个速度V这样滑上去 滑上去,再滑下来,滑到原位的时候呢 速度变1V 对吧,题目说have its initial speed 那initial speed我假设是V的话 这样子滑下来滑到底,就会是1分之1V 好,题目问你的是 coefficient of kinetic friction 这个就是问你动摩擦系数是什么 好,那这题我是提供了两个想法 好,第一个想法是这样 就是合力做工等于动能变化嘛 这是我们前面知道公动能定理的来源 公动能定理就是告诉你合力做工 他就会把这些能量储存成,转成动能的变化量 好,那动能变化的合力做工嘛 那动能变化是什么 以这个这样子上去的过程来看 因为它到最高点了 所以速度是0 速度是0,动能就是0 好,那扣掉初动能嘛 初动能就是初始动能 初始动能,我们假设初始速度V 那这个质量,假设是M 那就是1分之1mV平方 就是它的初始动能 好,没动能-初动能 这个就叫做动能变化 动能变化呢,会等于合力做工 好,那这个物体受到哪个力 首先它受到重力 重力上下 正向力朝这个方向 还有一个摩擦力 那重力是什么 重力是Mg 那重力是Mg 我们假设它从这里跑到这里来的过程呢 它总共上升了H 所以这个H是正的上 那就可以很明显看到 它内积之后呢 就会这边会产生一个负号 因为Mg是朝下 Mg朝下,H朝上 那两个内积之后呢 它就会变成MgH挂一个负号 好,这是重力做工 那正向力做工多少 正向力很明显 因为正向力跟它的位移是垂直的 那两个向量垂直 内积一定是零 所以正向力不做工 那剩下就是摩擦力了 摩擦力呢 就是正向力乘以动摩擦系数 那正向力就是Mg Mgcosθ是正向力 假设它叫N 好,所以N乘以μk μk就是动摩擦系数 所以正向力乘以动摩擦系数 就是它的摩擦力 好,那摩擦力做工 就是摩擦力乘以它的位移 位移是什么 位移就是这一段 斜面长 那这段斜面长怎么算呢 我们有高度是h嘛 那h除以sinθ 就这边的h除以sinθ 就会是这段斜面的长度 也就是这个球 位移的长度 所以呢 这个Mgcosθ乘以μk 这个是摩擦力 那摩擦力去乘以它的位移 两个内积之后前面会有个负的 为什么 因为一样方向是相反的 好,所以呢 合力做工在这里 负MgH加负的Mgcosθμk 乘以h除以sinθ 这个是合力做工 它会等于动能的变化 也就是0-1mv平方 好 那化解呢 左右乘以一个负号 MgH提出来之后呢 就得1mv平方 等于两边都有MgH MgH提出来之后呢 剩下1加cos除以sin 就写成cot 所以就得1加cot θ乘以μk 好,这是第一个 上去的过程 我们得到这个等式 那下来呢 下来一样我们继续再一次利用功动能原理 合力做工的一动能变化 那题目告诉你下来的时候 它是1分之1v嘛 所以呢 莫动能就会是2分之1m 乘以2分之1v 括号的平方 在这里 好 那出动能呢 当然就是从这个点啊 那这个点滑下来 因为这个点没有速度嘛 所以那就是速度是0 那动能就是0 好 所以呢 莫动能减掉出动能 这个东西就会是动能变化 那一样动能变化等于合力做工 一样 它受到三个力 一个mg向下 正向力 像这里 还有一个摩擦力是往这个方向 好 好 那我们首先看重力 重力一样量值是mg 那一样h 那我们假设它下降的高度是h 所以呢 mgh两个内积之后呢 就会刚好是mgh 方向因为相同 所以前面是正的 好 所以呢 重力做工就是mgh 再来 动 呃 正向力 这个向上的正向力 正向力依然不做工 因为 这个正向力仍然跟这个位移是垂直的 两个向量垂直 内积就会是0 所以正向力不做工 那就剩下 摩擦力 kinetic friction 好 动摩擦力一样 我们是用mgcosθ mgcosθ一样 这个叫做正向力N N 正向力N 好 正向力去乘以μk 就会是它的动摩擦力 正向力乘以μk是动摩擦力 那一样我们要再乘以一个h3 sinθ 一样就是这段长度 好 那h3 sinθ它的方向是朝左下角 那摩擦力方向是朝右上角 所以内积之后呢 两个箱层前面要挂一个符号 在这里 好 好那一样化减之后呢 左边1分之1 8分之1mv平方 因为1分之1有2分之1平方 再乘以2分之1就是8分之1 8分之1mv平方 mgh仍然然是提出来之后 这边是1 那这边有个负号 所以是负的 1减掉cos除以sin 变成cotangentμk再朝下来 所以得到8分之1mv平等于mgh的 1减cotangentθμk 好这是第二试 好 那我们有这两试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算出 那μk可以这么写 好 那首先我们把第二试左右同乘以4 在这里乘以4 所以这边会变2mv平方 这边会变4倍的mgh 乘以1减cotangentθμk 那减掉1 减掉这一试 刚刚说左边是1分之1mv平 减掉左边还是1分之1mv平 所以这边就得到0 好 那右边呢 mgh乘以 这个东西乘以4倍嘛 那我把4乘在括号里 就变成4减4cotangentθμk 在这 4减4cotangentθμk 那减掉1加cotangentθμk 减掉1加cotangentθμk 好 那因为这个等于0 两个相乘等于0嘛 那mgh就不可能是0 所以mgh可以直接约掉 不要理他 所以呢 4减4cotangentθμk 减掉1加cotangentθμk 会等于0 好 那 化减一下 4减1是3 好 -4cotangentθμk 还有-cotangentθμk 是-5cotangentθμk 那搬到等号的左边 就得到5cotangentθμk 好 那这样子一来μk就算出来是5分之3tangentθ 那这个θ呢 就会是这个θ 也就是这个斜面的琴角 好 所以这题呢 就是告诉你 求从这个位置 初始位置这样子往上 以一个初始速度这样子沿着斜面往上滑 滑到底之后呢 会受到下滑力 那再滑下来 那整个过程会受到摩擦力的影响 所以呢 它滑到底的时候 速度只能加1分之1V 好 那这是方法1 那我另外提供了一个方法2在下面 方法2呢 差不多的意思 但是我们直接 忽略 就把它想成 这个球这样子上去再下来 把它视为一个过程 什么意思呢 这个球以速度V这样子滑上去 然后再滑下来 回到原位2分之1V 那我们把这个滑上去再滑下来 视为一个运动过程的情况下呢 我们依然可以带 DiK等于合力做工 合力做工等于动能变化 那左边呢 这边就是动能变化 2分之1m2分之1V平方嘛 因为莫动能在这里 最后整个运动过程的最后是指 回到原来的位置 那回到最后的位 原来的位置呢 它的速度变2分之1V 所以呢 它的动能 莫动能就是2分之1m 2分之1V 括号的平方 那初动能呢 会是这一个 球一开始往上的这个速度 2分之1mV平 好 那这个2分之1m 2分之1m2分之1V 括号的平方 减2分之1mV平方 这个就叫做DeltaEK DeltaEK 就是动能变化 那合力中央能力动能变化 所以右边就要是合力做工 那这整个过程呢 因为位置没有变 它往上滑再滑下来 位置没有变 所以重力 不会做工 因为它的位移是0 它高度没有变 高度没有变 那你重力乘以 重力F' 它的S S是0 所以内积就是0 所以不用考虑重力 那正向力一样不用考虑 因为它仍然跟运动方向是垂直的 所以向来内积还是0 那我们就只需要考虑一个东西 叫做摩擦力 摩擦力呢 就是一样 mgcosθ mgcosθ是什么 正向力N 好 一样乘以μk μk就是动摩擦系数 我们要求的 所以呢 μk再乘以h除以sinθ 一样 这一段高是h h除以sinθ 就是这个斜面的长度 也就是它滑行的一个长度 好 那为什么这里要乘以2呢 因为我们可以知道 滑上去滑下来 两个过程摩擦力都有对这个球做工 滑上去的时候呢 位移是往上 但是摩擦力是往这个方向 好 那滑下来呢 位移是往这个方向 但是摩擦力是往这个方向 所以呢 它整个摩擦力在这一整个 滑上去在滑下来的过程 它是对整个球是有做工的 滑上去也有 滑下来也有 所以这边要乘以2 两倍 因为滑上去的量子是这样 滑下去的量子还是这样 那两个都有做工的情况下 就是要把这个东西乘以2 那一样 这里一样挂一个负号 为什么 因为它的一样摩擦力 去DOT它的位移 两个是反方向的 DOT出来 绝对插一个负号 所以这边要插一个负号 加一个负号在这 好 一样划减之后呢 左边应该是8分之3V平方 8分之3MV平方 那负号跟这个负号约掉 那M跟这个M可以约掉 所以就成8分之3V平 好 负号被约掉 M也被约掉 所以就剩下2GH 2GH cos除以sin叫做cotangent μ可以抄下来 所以呢 一样我们可以得到这一次 好 那我们又知道 因为滑上去的过程呢 它是一个 应该讲说 这是个等加速度的运动 那等加速度的运动 我们就可以带 等加速度运动公式 也就是M数平方0 因为我们看上去的过程 上去的过程 就是这一段的过程 上去的过程呢 M数是0 到0的速度是0 那初速是V 因为我们初速就假设它是V 所以莫数平方会等于初速平方 加2A 这整个中括号里面是个A 这加速度 再乘s s为什么是h除以sinc它呢 因为我们讲的位移就是这个箭头 那这个箭头就是h除以sinc它 跟原本都一样 好 那加速度为什么是这样呢 首先它受到重力 还有摩擦力 这两个力都会给它 给这个球带来加速度 那重力 如果我们要把它换成 这个斜面的方向的话 就成一个sinc它给它 所以呢 gsinc它就会是 重力 的加速度 就要重力沿着斜面的加速度 那一样 这边才一个负号 因为我们设往右上角是正的情况下呢 往上是正的情况下呢 那么往下就会是负的 所以 重力是对加速度而言 它是个负的 负gsinc它 那负gcosc它μk呢 这个就会是 动摩擦力 给这个物体的加速度 那动摩擦力是mgcosc 然后再乘以μk 那我们把质量除掉 就变它的加速度 就变gcoscμk 那一样 一样是负的 为什么 因为摩擦力一样是往下的方向 好 所以这边加速度一样是负的 所以呢 末数平方零平方 会等于数数平方V平 加2乘以a乘以s 2乘以加速度乘以位移 好 B平方 保留 整个东西往左搬 搬到等号左边之后呢 负号就会被消掉了 这个负号就会不见 这个负号也不见 所以呢 就剩下2 g h 因为这里面都有g 就把g提出来 2gh提出来之后呢 里面剩下 sinc它 那这个sinc又跟这个sinc约掉变1 好 那这边是coscμk 那这边外面有个sinc cos除以sin就变cotcμk 好 那这是等式2 好 那我们把这个v平方带回等式1里面的这个8分之3v平方的这个v平方 好 那带进去之后呢 2gh 这边有2gh 这边有2gh 把它消掉 所以呢 8分之3 乘以1加cotcμk 就在这里 8分之3乘以1加cotcμk 那右边就变成μk cotc 好 那我们把有μk的放一边 就得到8分之5μk 所以cotc等于8分之3 题目要求的是这个 那我们就把这个东西除过去 所以呢 就得到μk等于5分之3t 好 那这个做的好处呢 就是我们可以不用考虑两段 我们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运动过程 那这样子上去又下来 它的好处就是 它不会 重力就不用考虑 因为上去再下来位置没有变 位置没有变 重力等于是做工会 等于0 因为位移是0 所以重力做工是0 我们就只需要考虑 合力就只需要考虑 动摩擦力 因为我们就只需要考虑 动摩擦力 做工 会影响到动能的变化 这样就可以了 好 那以上就是我提供的两个想法 那谢谢大家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